欢迎收看今天的月灑亮亮的私房话 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 帮新生儿沐浴要注意哪些事情哦 帮宝宝洗澡呢第一件会遇到比较容易手忙脚漾的状况 所以呢亮亮老师呢在今天呢就帮妈妈整理了一下有哪些事要注意的 然后让新手妈妈呢可以比较从容自在的享受和宝宝一起的洗澡时光哦 那总共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呢帮宝宝洗澡的时候呢要先把环境给setting好 什么叫做把环境给setting好 哎是什么选择在浴室不是在浴室吗都不是 把环境setting好最主要呢就是呢 避免新手妈妈在帮宝宝洗澡的过程当中 有手忙脚乱的情况出现 所以呢在洗澡的时候呢 宝宝所需要用到的备品啊 比如说像浴巾啊沐浴乳啊乳液啊 都事先先摆放好在适当的位置上面 然后呢在妈妈就是随手都能取用到的地方 这样子妈妈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比较不会手忙脚乱 然后还有就是要注意啊宝宝洗澡的水温啊 是不是要事先先把它测量好啊 才不会一下子太冷一下子太热这样子 还有就是妈妈你的指甲有没有剪干净 现在很多妈妈其实都会爱漂亮 会去做一些光疗指甲 那亮亮老师建议呢 其实呢当了妈妈 其实有时候必须要有所牺牲的时候呢 记得呢指甲就不要留太长 所以呢如果有光疗的话呢 也尽量就是在小朋友还需要你帮忙 他洗澡的这段时间呢 就尽量先不要去做这样子 这是第一件事情 先把环境给搞定 好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宝宝洗澡的时候呢 我们大致上的其实没有所谓的前后顺序啦 但是如果为了妈妈方便好气 我们基本上就是会由头洗到脚嘛 然后由前洗到后 那这是一个大原则 那亮亮老师呢 在这边还特别就是有一个地方要请妈妈注意到的就是 虽然是由头洗到脚 但是头到底是要先洗头发 还是先洗脸 好那洗身体是由前洗到后嘛 那到底要先洗哪个部位呢 好那这边呢就有一个小小的地方 帮妈妈注意一下 通常呢 我们在帮宝宝洗澡 因为一缸水其实是干净的水 所以我们就是从宝宝最干净的地方开始洗起 通常我们会着重在脸部当作第一时间的清洁 所以先把宝宝的五官啊 比如说眼睛啊 鼻子啊嘴巴脸耳朵先洗干净之后呢 然后再来 头部 然后再依序是身体 手脚 那最后才是他的小屁股 就是尿尿的地方这样子 依序大概是这样子 那他在洗澡的过程当中 不要一下子就把他的衣服给扒光 他这样他会冷 而且他会觉得没安全感 所以尽量就是洗到哪里脱到哪里 也就是说他在洗脸的过程当中 衣服基本上 你就是帮他穿着一件纱布衣就好了 然后呢先把他脸洗干净 然后洗头如果他有戴小帽子 那你就把小帽子摘掉再开始洗头发 最后要洗身体的时候 再把衣服脱掉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呢 其实是妈妈比较会忽略到的事情 也就是我们都说 要帮宝宝洗澡 那请问是谁帮宝宝洗澡 是妈妈耶 所以妈妈你也要注意到你个人的状况 怎么说呢 在月子中心里面呢 我们的护理师 其实基本上都有个护理台 给护理师作为 宝宝护理沐浴用的 所以他们是采站姿在洗澡 那大部分的家庭 其实都会把小朋友的澡盆 放在厕所 所以妈妈是必须要很辛苦的 弯着腰去帮宝沐浴 那长期下来 其实妈妈的筋骨其实都会腰酸 甚至是妈妈的一些病症 酸痛的毛病 所以亮亮老师建议 如果尽可能的呢 就请妈妈可以站着帮宝宝沐浴 那怎么站着呢 你就找家里有高处的地方 比如说你就拿一张桌子 把澡盆放在桌子上面 或者是亮亮老师曾经建议过 有一些妈妈 家里应该厨房都有流理台吧 你就把澡盆 不用买太大的澡盆 买一个小朋友 大于小朋友一点点的小脸盆就好了 把水放在里面 然后在流理台里面洗 那这样水也别溅到外面 你不担心事后环境会湿啊什么的问题 这是亮亮老师给妈妈的建议 所以除了帮宝宝洗澡之外呢 也要让自己感觉到是最舒服 然后最没有负担的方式 才能好好地享受这段沐浴的时光哦 月嫂亮亮的私房话 我们下次见 拜拜